什么皇帝 什么礼玉 我都会统统让他们死在我的手里 这就对了 到了那个时候 您要什么有什么 还用得着为一个男人伤心 礼玉一定要死 上次在卢州 不就是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口气 我们才有机会反格一击吗 这次我们绝不能给他留下任何机会 硬的不行来软的 明的不行来暗的 扣准想要退出权力的核心 辞去宰相的位置 向皇帝举荐并把烂摊子扔给包拯 陶三春认为包拯不过是个全职开封府 而且还年轻 皇上怎么会把宰相的位置交给他 扣准当然知晓 他也没打算让包拯马上接他的班 只要皇上能将他放在一个要冲的位置上 包拯一定能发挥比自己更大的作用 陶三春觉得可行 而此时的皇帝逛于花园 不知不觉地躲着碧云宫 就来到玉成宫门外 感叹 他的脚已经走习惯了 其实他很感激扣准和周阔的 否则真的就把李玉赐死了 这样就可以回想李玉 而碧云宫的刘飞伤心难过 他想不到皇帝真的如此绝情 禁止他的生死于不顾 郭怀权威他 哪有皇帝有情的 刘娥愤愤不平 觉得皇帝还对李玉不就有情吗 发泄完情绪后 刘飞下了狠心 这次他再也没有什么顾忌 于是并和郭怀定下毒祭火 烧玉成宫 让摩天仇把玉成宫烧成一片白地 不知危险的李玉和寇珠 还在想小皇子的事 突然有人急匆匆地敲门 因为危险已经来临 并踏上的寇准知道自己立心脚脆 已到了退位之时 恐怕不久于认识了 便交代了和自己共事的同僚们 一些朝中注意的事项 劝大家要收敛锋芒 虽然刘娥定位不除 他死不迷人 这时刚大婚完的包拯匆匆赶来 寇准在他身上看到了希望 他回来的正是时候 于是把在场之人支开 想要和包拯密谈 正是离猫换太子之事 都怪自己疏忽 才堕入奸人的垢中 而今后面的事情 唯一需要包拯做的 就是要全切忍耐 叙事待发 一旦时机成熟 立即灭掉刘飞 丁卫逆党 府里娘娘即位 千斤重担全落在了包拯的身上 这时扣准的寄托 他们虽然认识时间不长 可是却心心相应 肝胆相照 如今最重要的是 要交给他 希望他万死不辞 扣准告诉他 李承飞产下了一位太子 什么 可是新各世纪 为了太子的安全 现在就在桃老王妃处寄养 日后 扶太子登基的重担 也落在了你的身上 包拯啊 你一个人 神惜大宋天子的命运 神惜我大宋江山的命运 你要好自为之啊 包拯接下了这个重担 扣准这就放心了 为了陈飞 为了真命太子 为了大宋的天下 扣准给了他一拜 包拯用自己的性命 包家人的性命 整个包家庄的性命 他收下了 只可惜好景不长 又传来噩耗 出事了 玉晨公起火 玉儿和寇出 快 熊熊烈火中 两名玉晨公的老人 将衣服换在他们身上 把他推出了后门 他清楚地记着 他们在大祸中 拼命地向他挥手 似乎让陈飞快跳 他们的心事一样地 逃离苦海 得到自已 又伴随着一场浩大的雨 陈飞想 那是因为扣准 上天在哭泣 那大红袍服 那温和的笑容 那一眼一怒 至今仍然萦绕在 陈飞的脑海中 不一必履 他就这样在十天后 自责的病逝去了 那夜的雷声也很大 那是上天给他的 因为他这个 最该死的人 却仍然活着 在大雷雨中 陈飞和寇朱仓皇逃命 那时 他的耳边之回 荡着一句话 我为什么要进宫 他所做的一切 换来了什么 换来的是好人的死 坏人的生 十个月后 刘飞借付生子 产下太子 两年后 刘飞被立为皇后 还好有包拯败相 时光飞逝 十年后 李飞的踪迹 于陈州再现江湖 陈州大闹饥荒 这一天 寇朱拿了李飞的金钗 去当铺换钱 引起县衙谢管家的注意 此时的陈州县衙前 群众因世纪谷告状 要状告新国侯的弟弟刘志 巧取豪夺 强占明田 欺男罢女 没成想 县衙的管事根本不受理 新国侯乃是皇后的弟弟 朝廷的大官 就凭他们的穷德性 是活得不耐烦了 可百姓们也是实在活不下去了 本来就因天气干旱颗粒无收 可新国侯的官家泄吼 硬是用一亩的一百钱的价格 买百姓的的 村民不答应 就捆绑起来严刑拷打 逼着他们地气上画鸭 谁料 官府的人根本就是一伙的 那个老汉被绑进了府衙 原来知州 大人正是刘志 他们沆瀣一气 直接对老人用了刑 把老人给弄死了 百姓有苦无处深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